大家好,我是浪文 作為次世代主機之一的Xbox Series X 將於11月10日推出 雖然我手上拿著一部One X 還有後面有兩部指板 好像望梅紙殼一樣 但你以為真的這麼簡單嗎? 我們這次有機會 搶先開箱Xbox Series X 和Xbox Series S這兩款主機 事不宜遲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裡面有什麼 我們第一部就開箱 開了Xbox Series S 這次就用了一個白色的配色 主要定位是一部比較低階 可能是價錢比較便宜的主機 我們打開就看到這部機器就已經在了 我盒子也不算特別大 上面就寫Power Your Dreams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過來開箱了 主機是這裡 上面就有一些… 這裡打開了 上方就有一隻手掣 待會再開一下 一條電源線 以及一條HDMI線 配置大概有這麼多東西 主機 HDMI線 電源線 以及一隻手掣 我們現在打開了主角的主機 先打開了 少許時間撕一撕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主機 應該是歷代最小的Xbox 我們撕一撕開 大家可以看到這部主機就在這裏 只有這麼小的 如果要有一個比較對象 我們可以拿回剛才我們拿過的 這個1X出來 因為比較 你難以想像 其實這部這麼小的主機 它的規格其實是高於旁邊這部1X 就是不要少看這部主機 雖然是小的 但其實就像麻雀那樣 五臟俱小 是不是 內臟俱小 但是… 但是什麼 我們都忘記了 五臟俱全 哈哈 這個就暫時 大家雖然把目光放在這裏 其實這部主機本身的規格都不差 它就可以砲到最高是2K 82Hz 以及這部就是現在的12GB的SSD版本 雖然沒有碟 但可以方便大家買它的 Game Pass Ultimate之後 大家就可以買很多下載遊戲 在機背 它就有幾個不同的Pose 我都可以給大家看 分別會有一個Land Port 有兩個USB 3.0 有一個HDMI 一個可以用來安裝它的 外面SSD的擴充位 在連接方面 大家可以見 其實它是用一個八字頭去連接 還有正面也有一個USB 以及一個清晰 我用來連接手掣的時候用 即是第一次搏的時候用 我們之後就可以去開我們的手掣了 那手掣那裏呢 因為這部機是白色的 所以我們跟著手掣呢 也是一隻白色的手掣 那手掣的外貌就雖然沒有什麼大變動 暫時見都是用之前Xbox One 臨尾推出的那隻2L的掣做藍本 多一個地方就是它這裡多了Share 掣 那你玩的時候就隨時可以截圖 可以錄件 那手掣的質感如何呢 我剛剛看一看 在手背這個位置 以及它的RT、LT掣 就分別有做一些紋理 除了令到它防滑性高了之外 這隻手掣都很差一點 即是你按下去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按了哪個掣 因為它上方兩個LB和RB 就沒有特別做這個紋理處理 那你在按的時候就知道 我這個MOMENT沒有按錯 我在按的是RB 那我現在按的是LT 那手掣好 按發都差不多 因為它不對稱設計 其實有不少機密 除了可能用來看看Xbox之外 它甚至連PC遊戲 其實都是拿著Xbox的手掣來練 那手掣介紹方面就到了這裡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了Xbox CVX 介紹完這個定位較入門的Xbox CVX 之後我們就終於開了這次的主角 這個CVX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包裝盒都比較巨型 因為其實主機的外形 就不像平時的一個長方形設計 而是一個四角主體 對啦 那一開球出錯人的時候 大家都說 哇 其實跟我們印象中的家用機 是有一些出入的 好啦 那我們就開一盒 這個盒子也有一些份量 這個就是1TB SSD版本 就開一盒 開一盒大家就已經看到 其實主機就已經在了 上面都是寫 Power Your Dreams 對啦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開 因為有些難拔出來 對啦 那就有兩塊麵 可以保護住它 那我們就 拆了一部機 我們就可以拉起一塊紙條 然後就像剛才那樣 幫這個櫃客脫衣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部機就已經在這裡了 好 那這部機就開了出來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我們的主角呢 XBOX CVX就已經在這個位置 對啦 那它的造型呢 就剛才也說過 是一個四方式的造型 那以遊戲主機來說 就十分之搶眼 因為大家玩開的 都是一些比較長方形的主機 那一開始大家會說 有一個疑問是 這部機到底可不可以打橫擺的呢 那我們剛才就看過了 開箱的時候 它的眼睛 耍耍耍耍呢 其實它這裡有四塊防滑膠 那也真的意味著 大家一部機除了可以直放之外 其實也是可以橫放的 那它橫放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部是有碟版來的 那大家都可以將一些實體碟 刺進去 或者你可以 都是那一句 你可以買Game Pass 好像沒有去玩一些下載遊戲的 那除此之外 其實這部機 因為本身還可以 read 到一些舊平台的遊戲 那如果說 喂 可能我保持著有掃這麼多代的Xbox 那我家可能為了一些古董遊戲 其實是不是要刺進去玩呢 那剛才我們就都問過了 如果你是有一些Xbox 360的遊戲 或者一些舊平台的遊戲 你都是可以刺進去 可能會有一些畫質上的提升 那讓大家說 有些十年前舊作 在玩720P 說不定來到CVX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玩一些1080P的作品 那就說回正題 介紹一下這部機 那你說這部機底是怎樣 怎樣站著呢 會不會倒下呢 那它的底呢 其實是有一個原盤 都是有防滑膠的 就貼在那裡 就負責托護主機 那我剛剛都看到 其實是不是上面有些紙啊 Hello from Seattle 是的 Hello from Seattle Xbox to Seattle 就有一段紙 是哪個設計的地方 主機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形形式式的孔 就是形形式式的散熱孔 在那部機那裡 負責幫它這個強大的性能去散熱 所以其中一個設計 就是令到這部機會造成這樣的樣子 是因為它都要應付它裡面 一些強大的顯示卡 因為都要跑4K 120Hz 就要應付 Free Tracing 等功能的情況之下 它的設計是必須的這樣 那就沒得說了 之後就說回機背 機背那裡它的Post 都見到它應該跟剛才差不多 正面有一個USB 3.0 有一個配合鍵 背面就應該跟剛才CVS 都大同小異 分別有兩個USB 3.0 有一個LAN port 都是一條白字頭電線 HDMI out 加剛才那個都是用來upgrade SSD的插頭 再加了一個保安鎖 那機器就開箱開到這裡 它的配件也都相信 會跟剛才那裡差不多 等一下給我一點點 我們先拿出來 時間後就拿到配件出來 其實配件就跟剛才差不多 都是手掣 電源線 還有HDMI線 不過有一個要補充 某一部機 以及這部機 將會用到HDMI 2.1 去行4K 120Hz 其實它主機附送那條線 已經有特意說明 這是一條HDMI 2.1的線 大家就知道是否需要溫線 其實上面也有寫 它是HDMI Ultra High Speed 大家就說 喂 我們現在到處都說 有些叫2.1的線 是不是真的跑到呢 不如拿回原廠那條 其實就最安心了 主機開箱就開到這裡 不過大家最重要就是 到底這部機的大小 和力代的主機是否可以相比呢 我們手上就因為有CVS 有1X 跟大家比較一下 在直放方面 我們應該跟出時代比例的跟口到尾 在高度方面 其實CVS就高一段 比較最細部 因為其中一個賣點都說 這部是最細部的XBOX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就 說容易擺 CVS是很容易擺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 不論是高還是橫 其實都比較容易安置 如果你說家裡有沒有一些 怕沒有位置擺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就直放就是這個 這樣給 我們就打橫摺一摺 時間關係 又用了一點時間 放一擺 給大家看看機器多厚 那就… 都是那句 輕鬆的 CVS一定贏 但講機能 CVS一定是最高的 又看看大家 家裡到底會不會說 現在你預定的空間 不會打算預定 我本身這個櫃可能就夠橫擺一台 XBOX 那你會不會說 多一點空間 想想自己到時要買新機 你的機器就應該是直放還是橫放 機器就開箱 其實就去到這裡 這裡就要七七八八了 不過去到最後 還有一點點要給大家介紹 話說如果你想買這隻CVS的手 其實它是除了黑色和白色之外 它就獨立發售一隻 叫做Sonic Blue 配色方面 它就跟超音鼠十分之相似 就是藍色作主色 然後就是用黑白色去配襯 這隻手 光場都跟大家介紹過 這就不多說了 主要都是給大家看看配色 因為關於顏色方面 黑色和白色大家看得太多 可能會延患 這個藍黑白配色 就覺得比較困難 我回去玩的時候 我自己也可能會買回家 我們這次的Xbox CVX Xbox CVS的快速開箱 就來到這裡 有關主機的測試 我們日後都會再跟大家公佈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PCM 或者其他國家的Facebook page 我是Norman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就拜拜